高雄市的前镇杜伦站的附近 今天下午发生了民宅因为地基流失 而滑入到前镇河当中的意外 总共有四户民宅目前是侵在海水里面当中 我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整个地基还是在继续的掏空当中 记者胡家军 严云龙的报道 发生这起房屋下海事件的地点 是近邻高雄市前镇河的临水南路 目前已经有四户浸泡在水里 而地基则还在逐渐被海水侵蚀中 据住户指出 事情是发生在下午两点半左右 最了解当时还有一对夫妻正好骑车经过 太太及时跳车 先生子还想骑回头 结果却顺着滑了下去 索性人又立刻爬了回来 据居民表示 这件意外可能跟几个月前 港务局开始清理淤泥有关 也许因为挖得太深 河边的勃坎支撑不住 产生军裂 而导致地基流失 不过港务局则认为 可能跟勃坎上 虾盖放置太多的东西 造成载重过重 才产生裂缝而崩塌 由于目前地基的沙 还在不断往下滑 港务局决定先用钢板战石固定 而后再回填石块 至于这起意外事件的原因 和责任归属 则还在进一步的调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